大家好,我是超神龙哥哥 最近有粉丝给龙哥投稿了 游猜狗狗的参考原型 原型可能来自电影《科学怪狗》 我们知道游猜的故事中介绍 游猜的性格虽然比较内向 但是他心地善良、见义勇为 在大伙子中曾经救出过一只小狗 后来小狗狗就一直跟着他 在电影《科学怪狗》中的剧情 讲述的是一个性格内向 但却热爱发明的小男孩 他有一只爱狗 在小男孩的一次学校半球比赛中 爱狗帮小男孩雕球 过马路时被车转死了 小男孩非常的伤心郁闷 后来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看到老师用电机清卧的方法 使死去的青蛙神经发生抽搐 小男孩想到了救活他的小狗的办法 于是他充分的运用了科学天赋 发明了一台机器 并引用天雷电机小狗的尸体 使小狗复活 这时小狗变成了影片标题中的科学怪狗 小狗重生的消息被二把同学知道了 他们盗取了复活小动物的方法 结果在墓地复活出一群怪兽 邻居们认为麻烦都是科学怪狗了出来的 追赶狗狗时 将狗和男孩逼进一间小木屋 差点失手烧死他们 小狗将男孩救出 自己却又死在大火之中 邻居和男孩的父母为之感动 决心再次复活他 他们用汽车发动机制造电能 又一次救活了这只科学怪狗 电影中的剧情是狗狗在大火中救小男孩 而第五油猜的剧情是 他在大火中救狗狗 虽然情节略有不同 但科学怪狗的线索是目前粉丝投稿中 油猜狗狗有可能的参考原型 感谢为本期节目提供线索的粉丝 有棉童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